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 周二在金砖国家峰会开幕式上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议 并表示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 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普京称习近平是他的亲密朋友 并表示 莫斯科和北京将共同努力 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十分混乱 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百年来最重大变革中的稳定力量 今年5月 习近平和普京承诺开启 中美两个最强大竞争对手之间的 新时代伙伴关系 他们把美国视为在世界各地 制造混乱的 咄咄逼人的冷战霸权国家 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